欢迎回到宣线场 卢州南北侧重化区 预定要在2023年动工 打造成最美的水岸城市 近年卢州的重化区 都以人为设计主题 生活品质提升 就有建商抢先在当地 推出了大平树的三代宅 成为北市换物客的首选 大型餐饮街边店 行啊来小吃店应有尽有 卢州人口密度 全新北市第二高 早就当地蓬勃发展的商圈 但近年来重化区的发展 让住有了新面貌 人性步道特别的宽敞 在卢州重化区这里 其实就是透过建物的退缩流社 来大造出无间断的新人步道系统 整期接触对比旧市区的狭窄道路 在重化区的步道 不管是走路还是灯车 都更加安全 且住宅密度低 居住品质更要紧 想办法借入重化区 把这个土地的使用强度拉高 进而把我们的混合使用 以及人型的这个部分 整个串联起来 以人为主体的设计 光是公共设施用地 就占了四成七 而卢州南北侧农业区都市计划 也将在2023年动工 规划0.8公顷的活动中心 包括那个多工人的停车场 医院 学校等等 积极打造悬案城市 也让卢州房市需求热若 有建商祭出大坪数三代宅 要抢攻换物客群 卢州站它周边筹划区的发展 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结果完整性 那比起就职区的街道 它更加的漂亮而且完整 而拿在搭配整个筹划区它的发展 对于我们这个区域 它未来的房价 会带来相当大的帮助 那我们卢州站 它后面的那个次核心发展区 也预计会在2023年底前 开始合并整合 那这个开发完成之后 那我们卢州 它就会成为新北市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同时掌握生活机能与居住品质 却拥有清明价格 卢州区更吸引台北市 换物客进驻 让房市持续火烫 东森财经新闻 刘费琪 卢玉婷 新北市卢州的采访报道